腓吵 嗯 我們是肚子餓了吧 它臭豆腐真的是臭豆腐的味道 對呀而且真的很蠻臭的我覺得 歡迎來到27度公寓的頻道 我是五毛爸 我是五毛媽 在影片開始前 如果還沒訂閱我們頻道 要記得幫我先按訂閱喔 那而起的粉絲們在觀看影片的同時 愛你幫我幫你打擾一下讚唷 同時呢 在我們的影片下方資訊欄有愛用網站的連結 是平常五毛媽跟我 我喜歡訂房 她喜歡買東西的網站 嗯 沒錯 純分享好不好 分享給各位囉 不常識 有可能可以點過去看一看啦 嗯 OK 好的 那我們今天又到了全年商品系列啦 喔 因為全年又有新品啦 所以我又得去全年一趟囉 強勢回歸的商品 欸 阿人想說 阿今天桌面上怎麼都空的 欸 看不出來 沒關係 對 沒關係 因為等一下 等一下就知道啦 阿最近的話呢 是消費滿一千塊的話 就會送 登登登登 福利熊的水果探險隊的筆 哇嗚 這可愛的啦 來 大家看一下 其實我想拆這一個 我會買到兩千塊的朋友 可以分開結帳 就會有兩支筆 是的 沒錯 我看一下 我想要是福利熊 是耶 可是是綠色 我想要藍色的福利熊 我想要藍色的 你們看他有藍色的福利熊 好啦 那我們就趕快來開始 我們的全年商品 強勢回歸的到底是哪一樣 嗯嗯嗯嗯 OK 那話不多說囉 GO 這道是卡士達餐包 賬一盒是89塊錢 一盒裡面有三入喔 我來開 一盒裡面有三入喔 其實蠻划算的耶 平均一個是29.6塊錢 而且這一次的包裝非常的精美 還用日式的紙包裝耶 好可愛喔 看起來好有質感 裡面總共有這樣子 三個 這一回我們只買了他的 餐包這一個品項 因為去年他那時候 第一次聯名的時候呢 我太期待了 我整個全部買 全系列 那他這一次回歸的話 是有四個品項 是舊品項 新的品項就是餐包這一個 聽說他這一次呢 是用日本進口麵粉 跟三種發酵的工法 好像很厲害 可是我現在看起來就是 外面就是像湯種麵包 對不對 給各位看一下 你看 喔 然後中間是卡士達醬喔 看起來好像很好吃耶 我吃一口 為什麼我不會怕這個啊 好像布丁喔 他中間 卡士達好好吃喔 對啊 好我跟你講啦 他這聯名款都很好吃 你知道嗎 他去年啊 才開賣兩個星期 就直接完售 超厲害的 喔 所以後面才會一堆人 都說買不到啊 他這一次回歸了 有四個品項是 卡士達千層 卡士達瑞士捲 卡士達布丁 跟巨大卡士達杯 這幾個 之前也都非常的好吃 那我們最推的是 卡士達瑞士捲 來之外 他這次呢 新的這一個 餐包 嗯 也是 補得好吃的 給我啦 哈哈哈哈 1月7號開賣 然後一直到2月10號 所以大家要把握這期間的限定喔 那這一道我們就 開推 這一道是 未未一瓶麻辣豆腐麵 這樣一碗是46元 重點是他裡面有料 所以我覺得46塊錢是OK的 他裡面居然有臭豆腐 這個大小的有三塊 而且這臭豆腐的臭味還蠻重的 肉 一小塊 怎樣 欸我覺得好吃耶 真的假的 真的 我們是肚子餓了吧 哈哈哈 他臭豆腐真的是臭豆腐的味道耶 對啊而且真的蠻臭的我覺得 他的臭豆我覺得落在中辣喔 好吃啊 我有一瓶這一個超好吃的 比起我之前開的另外一個新品 一鍋蘸的剝皮辣椒 我更喜歡這一個 Me too 那這一道我們就 推推 這一道是 美味堂出的 芋頭炊粉湯 這樣一盒是179元 那我是169元購入的 耶 OK Pretty good 169少10塊 來 看一下他的厚度有這麼厚喔 超大一盒的 煮出來直接這樣一鍋 噢 CP值非常的高 爆高 我跟各位講 來大家看一下 跟冬鍋一樣大 你看 然後差不多裝有約莫 快六分滿 它它的總重量是1200公克 固形體是420公克 所以還蠻多的喔 那看一下這個芋頭的部分 來 這樣 來 炒一下 OK 浪去 芋頭 咪咪 桑桑 芋頭這樣子的大小 總共在這一鍋裡面有4大塊 這個芋頭插下去的時候就已經知道它是綿綿形的那一種 你知道嗎 噢 趕快吃吃看 那我們打開的時候會看到一包白色的湯 那它是豬大骨熬製而成的 另外還有一人份的米粉 以及料包 那這裡面的料我從肉眼喔 肉眼看得出來的是高麗菜 然後紅蘿蔔木耳以及小蝦米 蝦米 對 我為什麼會去買這一道呢 是因為啊 前幾天有個粉絲跟我說 它又有芋頭炊粉湯的 去年是有一個芋子 它有聯名芋子那一個系列 哈哈 有出過 是的 然後大家都覺得很好吃 所以它現在就是 是美味糖自己出這樣子 噢 價格一模一樣 然後味道一模一樣 非常的刮算 我來看湯頭的表現如何 噢 噢 這個湯也很濃郁 看一下 噢 我覺得它除了豬大骨的味道之外 還有喝到那個濃濃蝦米的味道 對 噢 這一個真的是好吃 而且CP值超級高的 那這一道我們就 推推 這一道是 不倒翁出的 迷你起司披薩 這樣一塊 是139元喔 噢 A little expensive 我覺得有點貴 對 因為它size不是很大 我覺得 它這樣一個是88公克 長差不多15公分 寬8公分 大小不是這樣子 我真的覺得它略貴 只不過我覺得這個起司 算給的多啦 我還可以就是勉強接受一下 還可以堪吸 看起來是蠻好吃的啦 它有出兩種口味 但是我跟你說 你以為它有料 它沒料耶 我傻眼了我 回到家之後我傻眼 我認真看 另外一款 我真的是完全看包裝買 看到這個 好像紅紅的 看起來很可愛 就拿了它 另外一個看起來都白白的 沒錯 白白的那一個啊 整個就只有 皮跟起司 這樣而已 那這一個紅紅的呢 它其實紅紅的是番茄醬 跟上面放了雙色的起司 差異在這邊 價格都一樣 我覺得單純想要吃起司的人 可以買 對啦 這一款吃起來其實酥酥脆脆的 那可惜了就是它沒有任何的料 嗯啊 對啊 應該加一點什麼 像瑪格莉特也OK嘛 皮是好吃的 因為我烤完之後 它邊邊還是有酥脆感 然後中間我的麵包體是可以是軟軟的 然後呢 但是我在吃披薩的時候 總覺得它需要有一點東西 但我只咬到番茄醬 很像我的那個 瑪格莉特料被吃走了 嘿對 有點Lonely的感覺 但是是不錯吃的哦 但是好吃的 好啦那這一道我們就 退退 這一道是 美胃糖粗的福氣美肝控肉 耶 這一盒是139元 餵吃先按讚 真的嗎 這麼誇張 因為你在蒸的時候 它那個味道 撲鼻而來 嗯 哦 你一定會喜歡吃這個 真的動不了 這一飯的固形體 總共是360公克 我看的話是肉的比例 一定是福菜比例比較多嘛 福菜比例好像還可以再加肉 可以再滷一鍋 對啊 嗯 但肉的份量我看是覺得還行啊 1 2 3 4 5 6 7 就算7塊 因為有大有小 我把大的有揭曉的 大概7塊 這個肉啊 它用肥瘦相煎的 幸好不是很肥 下面這個是客家梅干菜 我覺得它這個梅干菜很適合拿去煮湯 奇怪它這個是怎麼回事 對 我跟你講我為什麼會買這個好了 直接跟你們說 我看社團的人推薦 然後他跟我說瘦多過於肥 但現在看起來就是 肥瘦相煎啦 差不多這還好 然後但呢 他說一點都不會死鹹 所以我才買 這一樣商品啊 我看到他在家商看了有幾個月 一直遲遲不敢下手 就是怕太鹹 你知道嗎 它其實有點鹹 嗯 可是配飯的話可能就剛剛好 對 其實不要直接這樣吃啦 應該要把飯一起吃才會覺得 剛剛好 我覺得以139元來說 它的份量是十足的 梅干菜也非常的多 肉吃起來還好 下面的梅干菜它有梅干味 但是我覺得有點太鹹 一點點 對啦 所以還是要配飯一起吃啦 好不好 然後肉的話其實可以更好囉 好不好 那這道我們一樣 如果常鮮的話 沒有 我跟你們說 看到這裡有寫折扣 再拿 有貼折扣的時候再拿 我很喜歡拿折扣的東西 你這樣子講很對耶 如果好吃沒有折扣 一樣拿 那如果覺得還OK的 那就折扣的時候再拿 對 這樣子會比較好一點啦 嗯哼 對不對 OK 好來這一道一樣囉 就對推 這一道是 十三香雞翅 這樣一盒是82元 它大概是100公克 如果說是這樣子的大小 它是小雞翅 這樣子的大小大概是7隻 你是在弄傻啦 沒有 怎麼那麼燙啊 你不想我講話 你沒看我還捲起袖子 準備要開始狂課了 82塊 平均一隻是11點多多 我覺得還可以 跟那個我們去夜市吃那個什麼 蜜茲烤雞腿 那小隻的棒腿 跟小隻的雞翅 一隻10塊還差不多 嗯 我一直很喜歡13香的味道 之前不是那個13香烤雞 對 我很喜歡它這個調味 不會太鹹 對 然後味道剛剛好 嗯 可是我跟你講 只要每次啊 我是下午 接近傍晚 去全聯 就會看不到這一樣 都會被拿光光 夯到一個爆 一定要在中午 接近下午那時候 它東西又補齊了 那時候去最好 全聯社團的人都說 吃過這一環之後再也回不去了 對 而且它的肉質 咬起來非常的軟嫩 然後配上它的 獨門的醬料之後 嗯 哇 你吃起來就覺得 這隻一隻簡直 美味到 有這麼誇張 可以啦 就是平常家庭主婦 我覺得這很方便料理 它已經調味好了 所以我們回來很方便煮 所以我很喜歡這種商品 好啦 它這道非常的好吃喔 來喔 對對 這一道是 吳茂的原味貢丸 一包是68元 它還有另外一個口味是芋頭口味的 但我先買原味 因為大家都說原味很好吃 我一定要給它買回來試試看啊 號稱殺尿牛丸 Q彈 Q彈 哦哦 哈哈哈哈 哦哦 我們加五毛 開始搶屎 趕快撿回來 哈哈哈哈 翻出去你看都可以打乒乓球了 而且他們等超久的 他說 終於有東西掉下來了 它吃起來果然殘養 然後就是原味貢丸傳統的味道 沒有那個臭豬味 它不會像有一些貢丸啊 吃起來粉粉的 然後不知道裡面包了一堆什麼東西 對 菜頭貢王湯很常在加煮的 我覺得這個都很棒 然後加一點香菜啊 哦 嗯 這一包裡面總共有10顆 所以我覺得還可以 可以啦 而且薄大顆的 它也不小啊 嗯 對不對 嗯 好啦那這道我們就 推推 這一道是 全年的月獨麵包 巧克力生吐司 這樣子一個是69元 我吃巧克力醬耶 它是比利時的巧克力耶 哈哈哈哈 oh my god 難怪我覺得一點都不甜 它是還有一點苦苦的 微微啊 我覺得它的巧克力生吐司還蠻好吃的 然後巧克力味蠻濃郁的哦 好吃耶 而且你看這個麵包體啊 很膨 吃下去有一種紮實的口感 然後呢不會讓你覺得很空心 沒有 重點是這個巧克力啊 不甜 對 所以不膩 哈哈哈哈 沒有我覺得如果吃小農吐司啊 吃一吃想換一個口味可以買巧克力的這個 只是鬆軟程度我覺得小農的會比較好 它比較蓬鬆啊 嗯 各有千秋 讚 推推 OK 太好啦 那我們今天吃了這麼多道 嗯 對 那除了強勢回歸的Bear Papas 真的是票房保證啦 它就沒得說啦 嗯 對不對 對 因為它就是好家 然後如果喜歡吃甜點的人 就可以考慮試試看哦 沒錯 然後我們先來講 我們會回購跟不會回購的商品 各一個好了 好 我先講我不會回購的 好的 就是那不倒翁聯名的Pizza 哦 不是因為它不好吃 因為它CP太低了 貴 然後又沒料 所以我吃了會覺得 就LONLY 然後所以常鮮可以 但是我不會再買這樣子 哦 哦 那會回購的呢 那你不會回購的呢 欸我跟你一樣 一樣哦 哦 做心有靈犀 對對對 雖然那一道我好像沒什麼吃 哈哈哈哈 因為有起司啊 那會回購的呢 我會回購的有兩樣商品 哎呦 兩樣 來來來 說 第一樣沒話說就是那 芋頭摧粉湯 原因是因為它CP很高 然後突然間就是想要買回來吃的話 熱一熱就可以吃當晚餐 很OK 再來就是我的泡麵櫃子 現在有新歡了 對 總不能Always就是微粒炸醬麵 就是微微一瓶的臭豆腐鍋 嗯 可是它現在好像只有出晚裝的 所以如果它有出帶裝的話 我一定會買回來 囤在櫃子裡面 對 那你呢 我個人來講的呢 我會再回購的也是 米粉湯 米粉湯 對 跟你一樣 你做這一個嗎 然後 泡麵 好 跟你一樣 笑的啊 笑笑啊 其實還有一個 巧克力生吐司 對 那一個我覺得其實蠻好吃的 你這樣講13香烤雞其實也不錯 對啊 然後輪著買這樣子 因為它們真的不錯吃 老實說啦 嗯嗯嗯 對 好啦 那我們今天跟你們分享全年的商品囉 而且粉絲們 如果希望我們吃哪一樣商品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或者你有發現到我沒發現的 在下方留言 啊重點是要好吃哦 嗯 不會拍一下哦 拍一下不要留給我們 那今天的影片呢 就到這邊結束啦 如果喜歡我們影片的話 請記得訂閱按讚和分享哦 那我們每週三五日的晚上八點 會更新影片要準時收看哦 那記得加入我們社團 還來追蹤我們的IG 沒錯 在這邊跟你們say goodbye啦 掰掰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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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